BPI M2的介绍 BPI M2差不多是六七年前的版子 目前会介绍这一块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些 料件可以支援大家使用 基本上它算是一个开发版 希望今天的介绍对你 让你对开发版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微型电脑 它的官网在这里 BPI M2 讨论区 BPI M2 那它主要的 界面这一个 我们放大来看 这边有四个USBPOR 这是红外线感应的 指振所以它可以接受红外线的遥控器 这有10,100,1000 它给到GIGG 还不错 网卡给到GIGG,六七年前可以给到GIGG,很厉害 然后 这边是接触控萤幕的 CPU是A31S HDMI输出 1GIGG 1GIGG 1K512S 电源 5A2V 5A2V的电源 那这边有个OTG的USB 这个是镜头的 这个是 开关电源开关 这是GPIO脚位 然后这一个是 耳机孔 耳机孔 那如果你接HDMI转RGB的时候 声音可以选择量哪一个出来 你可以选择从耳机孔出来,也可以选择从HDMI出来 那我们看它的背面 这是Wi-Fi的晶片 这是Wi-Fi的晶片 天线的接口 SD卡 背面比较重要的是这些 好,我们来看接法 大致上我们可能会怎么接 那我们目前使用 Wi-Fi来 播这个 实体的这块板子 这个是电源 输入输出的 把它移下来一点 清楚一点 这是电源孔 这OTG的接线 可以接USB设备 万一你USB设备不够用的时候 它还可以接 如果要当外接电源的时候就要注意 那个 它是5V2A 这边要称得住 那我目前的接法 这边接一个HDMI输出 那 我是接一个HDMI转RGB的 接头 那可以去 这边有个音源孔 这边有个音源孔 好,那背面呢 比较重要的是 这一个天线 Wi-Fi的天线 如果你接有线网路 Wi-Fi天线就没有那么必然 如果你想要走Wi-Fi 的话 那你就要走这里 接好 那 SD卡在 这里 SD卡 目前 个人做的Image 是用16G的 SD卡做的 那最低需求 应该是8G 应该是8G 3G 简单的 BPI-M2的介绍 那值得说明的是 他和 一台电脑 基本上 该有的元件 他都有 CPU CPU 记忆体 SD卡就相当于我们的硬碟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CPU是ARM的CPU 跟我们一般使用的X86CPU不一样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使用手机的CPU 目前A31S这个是4核心 4核心 1G 这个是1G BPI后面出很多板子 所以后面有出到2G、3G的RAD 核心也多到8核甚至64位元的都出来 今天这个板子是让大家体验一下说 原来这么小的 一个设备 可以相当于我们 平常看到的一台PC的大小 那我在网路上也看到了一些 设备就是 这是他的Wiki 也都有放在我们的部落格里面 可以看 BPI M2的介绍页面 这是当初他的 发表的新闻 你会看到简体制是因为 他的开发团队 是鸿海旗下的子公司 那 他的工厂在 大陆那边 设计跟工程师在台湾这边 所以 很多 看他产品他会有简体制的出现 目前如果你要采购的话 你可以在 部落格最下面这边 BPI的设备 在国内的话是 德元科技有在卖 有在卖 这不是帮他打广告 这没有业配 只是因为 露天也有 露天也有卖场 那都是在网络上买 比较少看到 在店面上 在贩售的 可能要找他的代理商 那目前 BPI的设备 算是如果你想进入 不一样的 预域来说 他是一个蛮不错可以使用的 他有点类似 RPI 就RACESPi RACESPi 那有人说为什么不选择RACESPi 那我们是走开源的 所以 第一个 早期我们在玩RACESPi的时候 感觉上他们 虽然他文件很多 但是他很多sustcode 是没有出来的 那BPI开发团队 还 蛮愿意把他们 所做的事情都 公开出来 所以 他有Github 有各种 那我们联系上也比较方便 所以 个人那时候在使用的时候就 使用了这块板子 再来一个就是 他的OS 这边下面有写我 做了 几个image 有open出来 那 主要是linis 然后 安卓的话基本上已经不建议 执行 目前你可以 可以扩开安卓4.4 蛮早很早很早 因为他是32位元的 四核心32位元的 那个 设备所以他能跑的安卓 版本也有限制 后面也就没有更新了 所以他可以跑linis 考安卓 至于Windows的部分 就要看 授权的部分 因为早期也是因为授权 所以都没有 特别涉略 Windows这一块 因为这么小的设备 很便宜的设备 不太可能再去付一个很高额的 软体 系统授权费 所以 大部分都是 开源的 系统在做 所以你如果要使用的时候 请你 依照我这边你下载 2021年6月23号 这一个 这是最新的 最近在调过的 Image 这一个 如果你喜欢用 Kongiza还原的话 就请你下载 这一个 里面的 资料 Kongiza里面的资料 这一个 目录的里面的档案 这是Linux最新的版本 更早以前也有2019 很早以前 我最早出的大概是2015 记得是2015那时候就已经有Image出来了 所以这是蛮早以前的 一个系统 如果你要使用的时候 我建议你下载这一个 这个 我们后面会介绍使用怎样来 把系统 制作起来 那 使用Kongiza直接还原也可以 大概是这两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如果是 下载 打开